我說這次聯合利劍軍演逼啊 你民進黨在國內幹嘛 忽悠大家 為什麼沒事啊 出去 透過金融時報 英文的媒體 英國的媒體 來向大家求救 向北京施壓 他離我那麼近 好危險耶 你以為我們台灣人都不懂英文啊 我們不會去看 我說你真丟臉 那你不是已經暗中默認了 你沒有能力把人家驅離嗎 結果對我們內部說 很安全沒事 對內漁民啊 對外求救啊 忠憲昨天說賴政府 就像他當時辦案的家暴男 在家操勇面對老婆 小孩打得半死 出去外面就變成俗辣 遇到誰都背宮屈膝 那講得很好啊 那個忠憲也有把這個記給我看 那講得非常好 我跟你講一個真實的例子 最近中國大陸 聯合利監軍演逼啦 那我們的國防部啦 國安單位啦 各單位 對內就說這個沒什麼啦 我們股市造漲啊 對不對 馬照跑五照掉 大家都沒有感覺啊 隔天 隔天我們的國安單位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訪問 結果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非常危險啊 他離我們那麼近 然後他呼籲 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應該要站出來 幫台灣向北京施壓 我們國安單位 在10月15號 面對英國金融時報是這樣講話的 然後他立刻舉例 他說 來了30幾條船 有25條船 在24海裡的邊界上啊 離我們那麼近 10月14號 我們國防部怎麼說 沒有 都沒有進來 我們國防部這樣說 我們國安單位跟金融時報說 他們有射飛彈啊 有啦 他們從海軍的軍艦上 射兩枚飛彈 往大陸方向射 你講這幹嘛啊 啊你為什麼不對我們講啊 對金融時報就講啊 這個就是民進黨政府嘛 就是剛剛Way John Way John 舉的那個例子嘛 你在家裡家暴啊 出去跟歸孫子一樣啊 我說這次聯合利劍軍演逼啊 你民進黨在國內幹嘛 忽悠大家啊 說這個沒事啊 我都有應運方案啊 我們股市照漲啊 大家都沒感覺啊 出去 求救啊 求救啊 你這種 設立內人 對內 忽悠大家 然後對外開始求救 你以為我們台灣人都不懂英文啊 我們不會去看啊 我就看啊 我說你真丟臉 跑去 透過 金融時報 英文的媒體 英國的媒體啦 來向大家求救 請你們來救我啊 向北京施壓 不然他離我那麼近 好危險耶 那你不是 已經暗中默認了 你沒有能力把人家驅離嗎 不然你怎麼不驅離呢 離你那麼近 你說好危險啊 你怎麼不驅離呢 你沒有能力嘛 就對我們內部說 很安全 沒事 對內忽悠啊 對內漁民啊 對外求救啊 對外舔美啊 我也不要講你舔啊 你本來就一天到晚在舔 對外呼救啊 這種事情我跟你講看多了啦 我們後來看到10月22號 就立劍軍演結束 第八天 今天24號就前天 在福建平潭外面那個牛山島 中國大陸在那邊做實彈射擊 所有的外媒都看到了 看到他在射什麼 他在射火箭彈 他在射PHL-16火箭彈 遠程火箭彈 可以射400公里 大家都看到啦 我們台灣有人在分析嗎 沒有 我們國防部也不跟你講 說那是什麼東西 外國都在幫你緊張啊 遠程火箭彈 它不是拋物線啊 我們的愛國者飛彈 沒有辦法攔截啊 它射程400公里 攔跨台灣全境 如果他用這個打理你怎麼辦 顧力雄的口頭場我都學會了 我們有應變計畫 昨天啊外交國防委員會 就針對那個蟒蛇戰略 封鎖策這個計畫 那邀請了各單位 到那個立法院 那顧力雄當然要做報告嘛 封鎖 封鎖 那人家就問顧力雄啊 說台灣如果被封鎖怎麼辦啊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封鎖做反制啊 逼他們後退啊 顧力雄怎麼說你知道嗎 顧力雄說哦 台灣海峽是運輸的要道 所以他如果封鎖台灣 一定會引起全球海運的動盪 所以國際社會一定會站出來 來阻止這個事情 中華大陸如果真的要封鎖台灣啊 你以為他要封鎖台灣海峽嗎 封鎖台灣跟封鎖台海 不是同一件事耶 實際上美國跟日本 他們在乎的是台海啊 不是台灣啊 台海有事 日本有事啊 因為日本有很多東西要經過台海運過去啊 沒有錯啊 封鎖有必要封鎖整個台海嗎 你顧力雄要不要說清楚啊 你不要老是騙我們好不好 上什麼叫封鎖 他如果真的要封鎖你 他可能是沿著你的領海基線來做封鎖啊 領海基線就是12海里啊 台灣海峽有多寬啊 台灣海峽超過70海里啊 所以他的封鎖線 如果是你的領海基線 大概就是12海里 那怎麼會影響到 對日本對韓國對俄羅斯的船運呢 怎麼會影響呢 我們現在啊 我們一天到晚在台灣內部啊 都聽到一些 是是而非啊 來自國防部 來自國安單位 都是錯誤的訊息啊 他就要叫你放心 說國際一定會有反應的啦 因為他要封鎖我們台灣就是封鎖台海 哪有這回事啊 哪有這回事啊 你要不要來做軍事的討論啊 我就覺得很悲哀啊 不是嗎 所以我說會不會叫你講這個就是嘛 這民進黨這個政府他最可恥的地方啦 就對內用他的1450來洗腦啊 因為他媒體預算多啊 所以今年無論如何不要給他媒體預算 他來忽悠你啊 來愚民教育啊 來騙你啊 讓你不知道兩岸的軍事的情勢啊 那宗憲他就講同樣的事啊 在家裡對在野黨他常常講那句話是什麼 我們對我們對內要民主競爭啊 對外要團結一致啊 這來清德最愛講的話啊 他對內是民主競爭嗎 我看對內是霸凌在野黨吧 哪有民主競爭 人家通過了法律案你不編預算 這樣叫民主競爭啊 那你叫大家對外要團結一致 我們講的話跟你不一樣 你帽子就丟過來啦 中共同路人 知道賴清德的立場是什麼 對內踐踏在野 對外我說了算 這就是賴清德啊 就是民進黨啊 我們到處去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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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